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看到这里 在场的每个人都露出于心不忍的表情 孙冰心趴在黄小涛肩膀上哭得很伤心 录像仍在播放中 画面中两名小丑手下慌张的检查孙老虎 纳闷说 打死了 都怪你下手太重了 是他自己不老实 不怪我 就在这时候 小丑走进视频里 一言不发地抬起墙 射穿一名手下后脑勺 另外一人慌张地求饶 老大 是他看的 恨我无关啊 小丑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人以为得到特赦的时候 突然小丑躲开一张红布遮住他的脑袋 等收起红布的时候 他整个脑袋已经不见了 小丑转身将镜头转向自己 他还双手无辜地说 不好意思啊 人质被我的人玩死了 我向来很欣赏不顾生死的疯狂行为 这个警察蛮有骨气的 他笑着甜甜舌头 这段视频就当做给你们的交代 不过你们别以为我已经没有了人质了 他用枪口直了指镜头 你们就是我的人质 画面戛然而止 一片死寂中只剩下孙宾心 伤心欲绝的哭泣声 我完全沉浸在失去孙老虎的悲痛之中 完全忘了此时所有特种部队队员 都在通过视频通讯在看 五线店里传出队长的声音 他嗓音沙哑似乎一眼在哭 孙巨蛋走得像条汉子 请立刻下达命令 我生死力尖咆哮着 迅速展开吐极 里面都是顽抗的恐怖分子 不要过气 一个不撩 特种部队队员齐刷刷地吼道 收到 他们的声音里透着暗纳不住的怒意 眼下不是悲伤的时候 我迅速把录影带取了出来 说好说 赶紧撤 这里是小丑布置的陷阱 我们转身离开 外面传出一阵激烈的交火声 我心头一脸 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就在我们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 小丑拿着一把自动手枪走了进来 黄小桃和梁警官同时用枪指向我 小丑举起手来说 别紧张嘛 那这是我随口说的话 我怒道 这人只死了你还敢出现 你以为自己还能活着离开吗 小丑大笑 他身后飞进了子弹打在墙上 突然扯开自己的上衣 只见他的心脏处有一处血淋的隆起 上面有一道长长的缝合线 我立即明白了 这个狡猾的家伙为自己准备了后路 他有恃无恐地掏出手机举起来 画面中是几个被绑起来的孩子掉在半空中 他们非但不害怕 还发出兴奋的笑声 周围是一片夜空 大概是实时影响 小丑直指自己的胸口 离开一嘴黄牙 笑道 只要我的心脏停止跳动 这些孩子就会从五十米的高空掉下来 凶 摔成肉枪 解除的办法只有我知道 除非你们用VIP来交换 我们惊恶不已 想不到他竟然会用如此疯狂卑鄙的手段 小丑大咧咧走了过来 怎么正义人士不敢动他了吗 松阳老骨头也想很看好你 觉得你可以成大才 可是我觉得你太正经了 你被那些无聊的正义 蒙蔽了双眼 无聊的正义 这句话刺激到了我 我吼道 无论你们怎么标榜自己 重其量只是一帮没有信仰的乌合之主 一旦巨大的利益出现在面前 你们立即就会自相残杀 自我瓦解 至少我们活得自在 小丑咧嘴一笑 这个人就是VIP吗 他突然朝高千爵开了一枪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高千爵捂着胸口倒在地上 磕出一大口血 我赶紧上前查看高千爵的伤势 万幸他穿了防弹衣 刚刚那一枪冲击了一台墙 震上了他的肺 得适的小丑发出一阵狂笑 看看你们的表情 老骨头有的是钱 他其实并不想得到VIP 他的目的是不让别人得到VIP 接下来 他的枪指向刀神 轮到你这个叛徒了 我盯着小丑的眼睛 发动冥王之铜 他惨叫一声后退 手中手枪同时激发 子弹很显地擦过黄小桃的脑袋 打在后面的墙上 黄小桃叫了一声 打断他的双手 他和梁警官同时拔枪 小丑也举起枪 刀神一扬手 手中的短刀定在他的右肩上 然后黄小桃和梁警官枪火齐鸣 子弹全部打在他两肩和手臂上 小丑手中的枪落在地上 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狂野了 有种打死我呀 让你再狂 黄小桃骂着 一枪击穿他的大腿 小丑越痛就笑得越猛烈 他说你们不敢 既然如此 所有人听我的命令 谁杀掉我 谁就是下一任天王 他对着二脉下达命令 我们一阵错愕 我们没想到 他竟然会来这一手 小丑颠狂地笑着 保护我吧 正义人士 我们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 刀神立刻把小丑拽了回来 我把受伤的高签蛟搀扶起来 鬼屋的入口处有一个转角 进来的人二话不说 便是一通扫射 子弹全部打在侧面墙壁上 我们贴在左侧墙上 然而小丑却大声喊着 本蛋在这里 对方继续朝里面扫射 这一次子弹几乎是贴着我们的身体飞过 刀神朝小丑的脸猛揍了一圈 捂住他的嘴 当那批人冲进来时 黄小桃和梁警官一枪射中他的脚 然后补了一枪 把他们解决掉了 黄小桃就说 子弹快要完了 他准备去捡墙 可是力气被更加猛烈的扫射逼了回来 外面还有更多的追兵 我说 朝里面撤 鬼屋内部是一团漆黑 对我们有天然优势 进来的人胡乱扫射 枪火不断照亮墙壁 刀神将小丑交给我们 他像鬼妹一样去接近追兵 将他们依此歌喉 惨叫声回荡在走廊中 但源源不断的人涌起来 仅靠他一个人是应付不来的 我注意到鬼将内部墙壁很薄 似乎是为了扩建规模临时加的木板 我对墙壁踹了一脚 便踹出一个洞来 梁警官继续踹那里 终于出现一个龙人通过的洞 我们依次打开鬼屋 追兵没有注意到这个死角 我质问小丑 那帮孩子在哪 猜呀 他笑着 我已经厌恶这种游戏了 把手指插进他肩膀的枪伤里面 小丑疯狂地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您刚才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争的紫金 我还是不想听到更多意思 你很想听到更多血石 福尔 没事 每个人都想听到这种东西 过去 那些风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